墨西哥外海发生强震后 太平洋海啸预警中心立刻发布了海啸警报 从墨西哥往南 中美洲的哥斯大黎加、尼加拉瓜等国 最远到南美洲的厄瓜多 都可能在地震后三小时内出现巨大的海啸浪头 其中墨西哥沿岸甚至有可能出现超过三公尺高的大浪 幸好最后实际测量浪高最多只有一公尺 至于美国在南太平洋的属地 美属萨摩亚和夏威夷州 都不必担心海啸威胁 反倒是一万四千公里外的菲律宾 针对整个东部海岸发布了警报 虽然没有下令撤离 却必须随时关注紧急广播 大爱新闻江永婷编译